换个视角看世界,大家好,我是龙道 昨天有一个朋友他问,他说为什么吃饭的时候筷子不能插在碗上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今天一起来聊一聊 筷子的话大家肯定不会陌生了 也成为世界认识中国的一个名片 那么据史料记载,筷子最早出现在3000多年前的石器时代 可以说贯穿了大半个中国文化历史 筷子最开始叫做住 住和停住的住谐音 古时候那些通过水运的商人就比较讨厌这个词 所以他们改了一个相反意义的字叫快 快代表快速的意思 于是被这些商人难来北往的传播 筷子一词就被大家熟悉并广为使用了 筷子在被人使用几千年的过程中 它就产生了不少的民俗习惯 那么今天我们就挑三个比较常见的问题给大家讲一讲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在吃饭的时候 千万不要拿筷子去敲碗 如果在农村的话 家里边人就会说敲碗的话会穷一生 这是怎么意思呢 只敲碗这个动作了 古时候只有乞丐他才会去做 乞丐敲碗它无外乎就是一个目的 就是吸引别人的注意力 从而达到一个乞讨的目的 第二个大家要记一下了 因为很多人都很忌讳这件事 就是说我们在吃饭的时候 千万不要把筷子直接插在碗上面 筷子插在碗上了 这是一种祭祀的活动 表示了自己对过去的人 或者祖先一种怀念和尊敬的心情 在农村如果吃饭的时候 你把筷子插在碗上的话 十有八九是会被骂或者被挨打的 很多人为了方便了就习惯性把筷子插在碗上 这其实是一种不好的习惯 第三个常见的漏喜 就是说我们吃完饭之后 直接把筷子架在碗上 这有两个方面的意思 第一个意思是告诉主家 我还没有吃饱 我还要继续吃 这时候主人家不管你吃没吃饱 他都会给你添饭 至于你吃不吃得下 那就是你自己的事情了 把筷子放在碗上 还有一个意思叫做架空主人 这几件事情看起来比较荒诞 但是它已经融入了中国人的一种文明奇俗当中 平时注意这些小细节 也是提升自己数字的一个表现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讲到这里 感兴趣的朋友 记得点赞关注加评论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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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